早安 各位 上星期五 美股偏遠 不過恆生指數今早可以高開88點 去到19,374點 亦如上星期預期 恆生指數在19,400點左右 會有一個短期的阻力 如果站穩的話 可以上到2月1日高位19,770點 如果站不穩19,400 可能要下20點才19,100 今星期要關注的是 周末上海方面刺推了超剛 中正監主席 對市場局利好的刺激 我相信是相對輕微的 反而今星期會有兩會消息 可能會個別利好化 互聯網家環保等個別板塊的產作 不過恆生指數這方面 大家要留意 今天開始 匯控以至個別藍籌地產股 都將會發佈業績 業績期開展的時候 我相信上一年的業績 都不是太亮麗 有可能對港股造成一個短暫的壓力 我相信在19,400點企不穩的話 向下的機會都會比較多 現在緊密包地前 在19,400點豐富